我覺得到非常的棒 尤其是特別在這個台北 那麼有這樣子的一個 觀眾朋友們的掌聲 其實對他們來講 是特別有鼓勵的作用 那他也特別表示說 真的很喜歡大家替我們加油 給我們很大的鼓勵與支持 那姜文文則是認為 觀眾如果喊得越大聲的話 他們的集中精神的表現 將會是更好 那尤其是聽到這麼多人 在喊他們名字的時候 反而比賽的心情並不會緊張 會變得更好 緊接著在第一位登場的 就是代表中華台北的王展霖 目前排名第14 今年20歲 我看他的狀況好像還蠻好的嘛 是 而且這三位選手 他們是從09年溫哥華四大洲賽 就一起練習和參賽 所以他們的感情都相當的好 那麼這一次又一起回到台北 所以他們覺得說 其實這種革命的情感 會讓大家成為更好的朋友 那麼多年的事情 你們好,另外一人 下廳又好 autre人 新可樂苏 你明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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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對 我可以做 好 覺得看彭博的滑冰的時候呢 他是對他自己的這些感覺 也是非常自然 非常舒服的 是 開場 他的第二个 Driple Toe Loop 做了两周 做了两周 很可惜 因为平常在长节目里面 你只能重复 同一样的跳跃 一次 所以他已经 用完了他的 这个Toe Loop的这个跳跃 好的方面是 他还没有 做一些什么 没有一些的失误 刚刚在男生的时候呢 我看到他做 非常好的一些三周跳跃 很可惜 在这节目 还没有发挥出来 我觉得 都非常協調 而且她做的動作的線條 都非常美 是 而且我覺得她的態度非常正確 非常好 是 非常正面 那麼我相信她的個性也比較外向 這是Melinda的表演 其實男生跟女子組 在長曲的部分 時間上也有所不同 男生稍微比較長一點 是四分半 女生是四分鐘 對 不過如果是Junior的話 就是青少年組的話 時間就稍微再短一些 所以對有一些選手來說 如果她剛從青少年組 那麼跳為Senior組的時候 以女生來講 就要再多這30秒 不要小看這30秒 男生也是同樣的 會多30秒鐘 但是這30秒其實 對她們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跟負擔 就是在訓練的時候 整個長度都要增加 是一個調整 不過在她們到了那個程度的時候 那個程度的時候 我想她們體格方面 也都已經準備好了 是 比如說她們知道 明年我要上成年級 就是Senior level的話 是 她們已經就是心裡有數 所以其實男的地方 就是能夠維持 增加一些男的動作 在這節目裡面 那比如說像女節目比較短 可是她們的 她們規定的就是說 妳可以放多少個跳躍 也比男孩子少 其實只是少一個 但女生我想比較強調的 就是線條的優美 對於這個歌曲的詮釋 多半都會選比較熟的曲子 只要流唱為主 我們看到場邊的施文昌 那麼也特別幫Melinda加油 成績報告 中華台北隊的王展霖 王展霖在長曲的部分 拿下的是59.64分 那總成績是96.15分 目前是排在第二名 不過其實59.64分 並沒有打破